来关注前几天引发的这个事件焦点 这是农业脸书粉砖 林贝好游版主林玉红 跟国民党许姓党工自导自言恐吓案 民进党接连指控这背后 就是蓝营长期和公关公司合作 在网路上带风向 形成了整条的抹黑产业链 立委高嘉瑜更爆料说 许姓党工跟一群蓝营的年轻人 共同成立了一间公关公司 不断的用假账号抹黑政府 而对此国民党也反翘 民进党是网军治国 是全民的共识 提醒如果在不实造谣的话 会立刻提告 然后要求我们三天内撤销提告 否则就会全家出事 立委高嘉瑜质疑整齐林 北豪游自导自言恐吓案 背后是由国民党长期合作的 网军集团在操盘 刚到北京按铃提告 马上收到恐吓信 他也在爆料 已经找到跟许姓党工联手 带风向的公关公司了 这家第二代公关公司 据了解就是蓝营的 这些年轻人所组成的 长期以来许哲兵 就是配合这家第二代公关公司 在网路上受到指挥 常夜当网军 接力党中央炮轰蓝营 从上到下组成整条抹黑产业链 高嘉瑜指控 透过许姓党工PTT账号 所po出的叶佩文 追查出他入股的一间公关公司 长期用假账号带风向 抹黑政府合伙人 还有其他蓝营人士 到底是哪些蓝营的政治人物 来出钱 让这个第二代公关公司 跟许哲兵党工 互相的配合 去制造假消息 民进党才是最大的网军制造 不要一只手指头指的别人 四只手指头指的自己 不过蓝营也回籍 民进党用网军治国 是全民共事 在继续奏谣会立刻提告 偏偏都漏掉了 拎北好游 是拿着民进党党籍 民进党党政的人 难道是心虚吗 现在检警已经在清查 许姓党工的金流 到底是谁在泼脏水 很快就能理清 记得张同叶敏凡 台北采访某道